应该是你要提高服务效率 你们那工作人员在里头哄孩子 不来都不来都不来都不来 怎么跟他们的跟着走走 那还能去跟他们的呢 看见那是不是哄孩子呢 不帮你头上来 你不要吃饭了 干嘛生日就开我了 我不会的 员工在里面哄孩子 机器人在外面哄大妈 这场景真是充满了喜感 不过听着对话 怎么感觉这机器人也有一股东北味呢 我建议每个地方的机器人 都按当地的方言设置 我建议每个地方都监想上天 所以我建议每个地方都监想 语書在北边 你是警察时代的 我建议每个地方都监想 你们都监想 我就不在这里了 所有公司都监想 有没有办法 就不在这里了 您去看这里了 先上来车马上要开的 没办法开门了 你坐不了车还没坐后面呢 原本可以坐后面的那趟列车 现在只好坐牢房了 很多网友说 为啥是这个女的 冷个激动 我想大概是因为小时候 这样撒泼买玩具 成功过很多次 为了三个班冷个拼 真的是一个好员工 连赌总贵好员工的称号归他了 我就像小弟 老板一国月给开好多钱 可以让他用肉身去阻挡高铁 这女的拼是应该多看看行为 这样的行为 也该纳入限制乘坐高铁的名单 从淮安某街道上 一男一女捧着一张黑白照片祈祷 说家人生了大病 希望好心人帮帮他们 5月17日 据现代快报报道 据委会表示 这对夫妻有着有防 条件还不错 而他们也很尴尬地承认 自己就是不愿意工作 这对夫妻是在5月13日晚 在街上乞讨的 当时不少围观群众都信了爱心 派出所民警周家军下班巡逻时遇到了他们 看他们穿得好像是校服 以为是谁家的孩子遇上事了 就将他们带回派出所 想帮忙解决困难 夫妻俩说自己是安徽人 家里有两个病人 父亲生病花了20多万 生活非常困难 不得已才流落街头祈祷 周家军赶紧联系安徽当地的警方 被告知他们18年后已经40岁了 但还不太了解具体情况 周家军又和当地居委会联系 据委会表示 这夫妻俩家里楼房比较大 还有一辆车 身体非常好 就是一直不工作 他们的父亲生病了 治病花了约3万元 得知真实情况后 民警批评教育了这两口子 劝他们返乡照顾老人 也鼓励他们自食其力 不少网友也表示 这种行为是在消费大众的同情心 可能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得不到帮助 人应该自食其力 承担起对家庭社会的责任